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侃 美国和欧盟15日至16日 刚在巴黎开了一个会 是双方的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会议 战略界人士都很关注 美方参加的人阵容强大 包括国务卿布林肯 商务部长雷蒙多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会议为摆脱对所谓威权国家的经济依赖 提出深化双方在四大方面的合作 包括消除强迫劳动 提高稀土太阳能及芯片产业的供应链 多样化和透明度 会议强调了共同对俄制裁 但是中国是真正的目标 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是在去年秋天才成立的 这两天在巴黎开的是第二次会议 成立这个委员会 就有对付中国的基调 美国为该委员会提供战略动力 目标就是推动西方 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供应链 加速西方与中国脱钩 欧洲的态度是半退半就 美国是想击垮中国 欧洲是希望在供应链重组中 获得自己的更大商业利益 将中国排除出供应链 这很有想象力也很有鼓动性 但问题是与中国脱钩 那是随便说说就能够做到的 美国和欧洲在除了能源之外的其他领域 与俄罗斯脱钩 说脱它就脱了 因为呢 俄罗斯的经济体量太小 它的工业深入到西方供应链中呢 也非常浅 中国呢就不一样了 我们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欧洲想要扩大太阳能发电 但欧洲用的90%太阳能电池板来自中国 欧洲当然可以自己建工厂生产太阳能电池板 但欧洲生产的呢会很贵 综合性价比完全无法与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竞争 稀土的自给自足 西方已经谈了多年 但现在依然在谈 俄罗斯对西方意味着巨大的能源和资源库 中国呢 则建立了全球最健全的工业生产门类 中国人的勤劳聪明组织力 成为支持西方产业升级的强大特殊资源 一旦失去中国 西方产业链会失去精气神 和快节奏 会死气沉沉没有活力 西方与中国的合作真的不是简单的物物交换 而是对经济活力的现代再造 一些人呢以为摆脱了中国 还有东南亚国家印度等等 他们完全可以替代中国呀 我要说这是开玩笑啊 中国一年的大学毕业生比那些国家加起来还要多 当然了 现在一些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让人愁 但那是另一个问题 另外呢 儒家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的勤奋认真工作态度 这也是中国非常独特的工业化资源 外界呢 难以复制 中国人口庞大 发展的不平衡 反而呢 使这个国家的不同层次拥有了西方所需要的一切 无论生产什么 西方人发现 他们的公司可以在中国把各种要素凑齐了 高效生产出来 换世界任何地方都做不到 所以呢 中国人啊 我们无需被美国的叫嚣 他们叫嚣到这个脱钩给吓住 也不要相信 外资纷纷撤出中国去东南亚和印度的片面共事 马斯克大家知道 计划扩大特斯拉在上海的产能 中国今年呢 虽然疫情严重 但外资的进入速度继续在加快 我要说 只要中国自己别跟美国的政治精英们一般见识 赌气 坚持对外开放 坚守与西方合作的市场经济逻辑 美国通过政治逻辑 组建排除中国的供应链 就一定困难重重 他们能够得逞的范围注定非常小